所以刚刚同学呢 我们刚刚的版本是这样 就是一个字典配合四个串列 那现在的话呢 如果要把它更精简一点的话 因为刚刚这边有一个loop就是 我们把那个value资料再拆开来 变成三个再把它放在bcd 可是如果我不要这样做的话 我刚刚试了一下 其实也没有很困难 你就是把它拆成三个字典 有没有三个字典 而且我也不确定能不能这样做 我就试做一下 发现这样也OK 就是之前我们不是有把它写成这样子 那如果你试点的话 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不错 我试一下发现OK 那就是这样用 而且这样我感觉 真的减少很多行数 否则的话 你以后写一堆 每次一直空一堆一堆的 感觉就直接就感觉不是很好 这样子感觉不错 那再来的话就不用abcd 不过最后可能还是需要 为什么 因为最后可能要再把它的key key的话只有一个 但value的话有三个 还是最后再把它丢到abcd 因为底下的程式我不想重写 所以直接怎样 干脆放abcd 底下就可以直接run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直接三个 然后这些都没有动 只是差别说本来是切 value部分的话 是直接就把这三个串在一起 放在value 现在是直接一个key 放在key的话都一样 但value放国文 英文数学 数学后面有一个换行 所以把它strip掉 然后就key 三个value 最后的话 输出的话成绩为什么 其实我希望中间加豆子 所以用formate最简单 其实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你之前有用person 中间不是有百分比吗 其实后来我都没有用 主要原因是因为 person几乎可以取代所有的切 而且更好用 那python好像他们的官网上面也是写说 未来他们也主要会保留formate person可能未来慢慢就会弃用 所以当然我们就选择比较完整的功能formate 而且你们正在考试formate也会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律用formate formate好处就是比如说我大瓜五一个 我就放一个到这边 这边有三个就放一二三 还蛮好用的 所以前面是放你的格式 放你要放的位置 然后后面就放你要放的那些变数 所以其实相当容易 如果你没有用formate的话 还要一直串串串 串着同一 而且串过程当中 你还要注意他形态对不对 比如说你这边的话一定要自串 如果不是自串 他要跳一个type air出来 那麻烦 所以这个方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而且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不会的话以后真的要输出 就没有那么精简 而且要一直串 最后底下根我也没改 反正就是因为这个也是四个一样的list 所以执行结果应该也没有不一样 只是差别就跟刚刚最大的差别是 程式相对的比较精简 就少了什么 基本上就跟同学刚刚讲的就少这个 这个append的这个动作 至于那个效率 其实现在电脑都跑太快了 你说真的怎么样你也感觉不出来 差异可能是看有没有千万分百万分之一秒 这个根本没什么感觉 所以以前还会特别去着重好的效率 现在基本上比较不会去care 反正程式写完应该效率问题 就不是太大的问题 除非你那个网站是那种很大的电商网站 可能像淘宝那种 台湾的什么momo 应该也没办法有那么多基石 除非说可能是某一个什么节日很大量的资料 你才有可能会去考虑到那些问题 不然的话基本上都ok 还有现在的rain也变大 你看rain随便一插都8g吧 有的时候直接干脆买到底 直接16g插上去 可能16g还不够 32g插上去 不过可能要等那个rain的价钱暴跌的时候再买 因为我之前是暴跌的时候赶快买 对8g 8g就给他买 因为那时候很便宜 我记得好像8g才800块吧 好像700多块吧 现在就涨上来 现在就涨上来 所以有点像外汇、股票一样 所以你要逢低买进 像我之前也是美金低的时候赶快买 然后赶快定存 现在又涨上来 日币也是一样 日币之前也是低的时候买 反正什么东西都逢低买 所以你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历史资料 也许这些蛮多东西可以做的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来看有关 像刚刚这些资料 当然你执行完之后它就不见了 对不对 可是如果未来你要让它永久储存的话 你应该放哪里比较适合 那你想说老师我出去一个档案 可以啊 就是write出去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你放在档案里面有一个缺点 就是档案它比较没有结构性 而且没有栏位的概念 所以你要抓资料的话 你又很麻烦 比如说我想要抓某一个人的什么层次 那你要怎么抓 档案的话 哇天哪 你还要去什么 字串比对 搜寻位置 然后再去抓几个字 太麻烦了 但如果你放在资料库就非常简单 你像一个条件 slate 语法 资料就抓出来了 所以资料库的好处就是它是有结构性的 档案是没有结构性的 随便它的放 OK 所以有点像 那可是 所以资料库的角色是非常重要 那资料库当然有分人单机 伺服器跟云端 可是基本上的架构都差不多 而且大部分都有支援一个语法 叫Sequel语法 Sequel这个语法 其实就是资料库的共同语言 只要你会Sequel 你就可以跟任何资料库沟通 所以基本上Sequel会 不管哪一种资料库类型 他们用的方法都一样 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讲Python 的资料库应用 其实以前我不管 我从最早什么ASP PHP JSP DANET VBA 反正一堆 Java 等等的一堆 其实用的用具 概念上差不多 我只是把那一套大概的方法 换到这边来 语法稍改一下 其他都一样 所以首先我们待会有个范例 你们待会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为这个资料库的概念 里面有一些东西可能要重写 有点麻烦 所以有些人也许你们可以先参考一下 我们的范本 以后用范本来改比较快 而且有些东西不用特别背 把它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刚刚那个 再把它改成三个字典看看